不知泼妇装土豪在中宝店狂砸手镯 结果失手将价值千万的手镯给当场砸碎 续接上级 当泼妇得知自己打碎的手镯价值千万时 他顺时整个人都慌了 随即他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 给自家老公打去电话 老公快快救我 他老公文言也是一愣 老婆出什么事了 我 我 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镯子 他们就让我赔偿一千万 还说我不掏钱就不让我走 当听到一千万的巨款时 泼妇老公杨伟顿时火冒三丈 要知道他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年 攒下来的存款也就只有三十万左右 这可是一千万的巨款啊 就是把他腰子嘎了也不够赔的 随即他直接怒道 他妈的你个 疯婆娘一天到晚就会给我惹事 这下可是一千万 咱们这种家庭赔得起吗 你是想害死我是吗 听到自家老公这么说那泼妇彻底慌了 要是这个时候老公不管自己 那自己这条命怕是要交代在这珠宝店了 随即他累汪汪的说道 老公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给你惹事了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吧 他们说是那个翡翠手镯 还拿出发票了 发票上写的就是一千万人民币 老公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啊 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那一个月三千的工资得打工多少年 才赔得起 虽然生气归生气 这毕竟是自家老婆 该就还是得救的 你先在那儿等着 我这就去找 隔壁王哥直直着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见那泼妇面露蓝色 于是问道 怎么样了 你老公什么时候过来赔钱 虽然泼妇知道自家根本赔不起 但他还是死鸭子嘴硬 催什么催 我老公说了 他一会儿就带着一千万过来赔给你 我说了 我家里五套房 我老公不差钱 听到这话 我也没有说什么 先等他老公来了再说 而这边他老公正找到隔壁老王之招 老王啊 你说现在可怎么办啊 老王思索片刻后 突然眼睛一亮说道 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杨伟一听顿时大喜 赶紧问道 王哥快说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们先过去 先去看看那个手竹 然后你再答应陪他 一个一模一样的新手竹 不就行了吗 可是王哥 我老婆打碎的 那个手桌价值一千万 咱们哪里有钱 买个一摸一样的啊 你傻不傻 咱们完全可以买一个 高仿的赔给他 正好我认识做 高仿的一些朋友 他们做出来的 和真的一模一样 再多花几百块钱 他们还能给咱们 弄个假的鉴定书呢 一般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然后咱们再把 那个镯子的碎片卖了 那可是纯的翡翠 至少可以赚几十万啊 这不发财了吗 现在咱们先过去 我伪装成 你请的辩护律师 然后我们再把咱老婆 不是 你老婆给保释出来 答应他们三天后 陪他个一模一样的 不就好了吗 杨伟一听 直呼牛皮 这还得是 武王哥点子多啊 走咱们现在就过去 接着两人 就来到了珠宝店 珠宝店那坡妇 看到老公带人过来了 顿时 就朝着自家老公诉苦 老公 你可算是来了 他们都欺负我 不就打碎了一个破手镯吗 他们居然还不让我走 杨伟看到 自家老婆哭嘻嘻的样子内心 自然也是有些生气 于是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凭什么 欺负我老婆 我看到他们人 都到齐了我开口说道 你老婆打碎了 我店里价值千万的手镯 他说 等你过来赔钱 钱带过来了吗 杨伟看到我 却是不屑的一笑 我老婆打碎你手镯 自然是他不对 但是你小子的套路 我也清楚得很 你这个手镯放店里 都不知道多久 没卖出去了 不就想着 趁机好好的 敲扎我们一笔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随即他对着 鼠鼠同志说道 鼠鼠同志 我老婆打碎了 我把碎片带走 然后再陪他一个 一摸一样的总可以吧 鼠鼠同志 皱了皱眉头说道 这个方案确实可以 不过由于大壮先生损失巨大 你老婆先要和我们回局里做担保 除非你们有律师出面做保释 这时老王站了出来 鼠鼠同志 我就是这位先生请来的律师 我可以作为担保 既然这样 那你们可以直接和大壮先生 沟通赔偿的具体事宜 但是在没有赔偿之前 你们不能离开魔都市 接着杨伟对着我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 将破碎的手镯带回去 然后三天后 陪你一个一摸一样的手镯 你看可以吗 听到对方的要求 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但从法律上来讲 他们的要求确实是合理合法的 并且还有律师作为担保 我也不好说什么便开口道 可以 但是三天后还我的手镯 必须是一模一样 而且必须是 货真价实的同款手镯才行 杨伟一听就知道我上当了 随即笑着说道 这是自然的 我兄弟就是周一福 珠宝店的董事长 赔给你的自然 是货真价实的 接着他就带着老婆 和那个碎掉的手镯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杨伟老婆不免有些担忧道 老公 你刚才在珠宝店说你认识什么董事长 还说要赔给他一个一摸一样的手镯 你去哪里找这个一摸一样的手镯 赔给这小子啊 到时候赔不起 我可是要坐牢的 你难道忍心看着我进去吗 听闻这话 杨伟不屑的看了自家老婆一眼 你慌什么 王哥他已经把镯子碎片拿去 给他认识 赚卖纺织品的朋友 去纺制了 纺制一个一摸一样的手镯 不过千把块钱 到时候咱们再把这个翡翠手镯的碎片 拿去卖了 都可以卖几十万 看似咱们赔了他一个手镯 但咱们一转手 就可以净赚几十万 这不比打罗斯强多了 泼妇一听大喜 这还得是我隔壁王哥啊 要是这条路打通了 那咱们成为亿万富豪 岂不是指日可待 然而时间到了第三天 杨伟想到今天就要交手镯了 随即掏出电话联系老王 这时他才发现 老王的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了